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可以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 能够做更多更深入的讨论跟报道 4月4号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在放连续假期 不过在我们在放连续假期的 那个时候 在三重的大同南路 有一个抗争帐篷 突然间被拆掉 或许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那个三重会的抗争帐篷呢 这个抗争帐篷里面住的这个人叫做许素华 那他事实上在因为自办都更的这个政策底下 以及在当时的土地非常复杂的这种状态底下 他的这个帐篷被拆 可是他原本不是住在帐篷 他可能之前是住在这个车子里面 更之前他事实上是有房子的 所以他对于这样的一个 他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公私协力的方式 去拆了人家房子 这件事情是很不满的 所以他就在那边买锅灶饭 自己住在帐篷里面 可是没想到在4月4号的时候 就许素华的说法 就是在他完全不知情的状况底下 他的这个帐篷被拆掉 而里面有很多的重要文件 那也因此呢 也引起了许多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抗议 然后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无故的拆掉人家帐篷呢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要来进入到我们的report story的专员 就是要请公库的记者来跟我们分析 这个案子 以及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所做的观察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分享讨论的是 我们的资深记者杨俊鲁 俊鲁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可以先告诉我们4月4号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许素华呢 他是一个都更受害者 那怎么说呢 那他在那边已经抗争了很久 尤其是刚刚有提到说 他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 那今年的春假期间呢 他在那边大家帐篷居住抗议 已经他那个帐篷外面 都有一些抗议的标语 其实在那边已经有三年多了 但是其实不止三年 他已经抗争已经有15年 他是从2008年 就开始写陈情书啦 然后开始到处陈情抗议 那因为2017年的时候 他们家的房子已经被 建商申请就是强拆 所以从2017年 他其实就是一直抗争到现在 那我刚刚说的 他就是住在帐篷有三年多 但是这个之前 他是住在车屋里面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 虽然说家里已经被拆了 然后现在的状况是 建商的一个停车场 但是他就在原址前面 他已经居住在那个马路上 已经六年多了这样 那春节期间的这个帐篷呢 其实里面有放了他一些 很重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想笔电 其实我们大家都要笔电 大家都觉得笔电是蛮贵重的东西 可是笔电居然也是被清理掉了 那另外因为许素华呢 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这样子 那他其实会有一些拐杖 或是他人家送他的轮椅 他其实也都放在旁边 其实轮椅应该很明显就是 是有需求的东西 但是还是被清理掉了 那另外呢 他因为就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 所以他生活所需的一些换洗衣物 或是睡觉的棉被 那还有一些行动电源啊 或是闹钟雨衣等等 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呢 通通一并就是被 三重分局的大同派出所 给清理掉了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帐篷 待在那边是有战道道路吗 或者是会制造脏乱吗 那如果有的话 事实上这个 这个施工所或者是这些 这个清洁的这些人员们 依法去处理看起来是很正常 所以他有造成这样的一些污染 或是这种环境 或是阻碍道路的交通 或者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清除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包括我们要去清理 这个街友的这些家当 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程序跟过程 那三重市工所这边有去 按照这样的一个 清理的程序来做吗 其实这也就是大家觉得很夸张 而且很不理解地方 刚刚我们提到一些有价的东西 像笔电或是他的拐杖或是他的轮椅 那另外 其实刚刚还有少提到就是 那他自己是图书馆员 但他非常的喜欢看书 他本身是一个图书馆员 是一个公务人员 对对对 然后他也会 因为他现在正在陈勤抗争 所以他一直在收集各方的证据 所以他有很多重要的资料 那他是到处去收集来的 那他另外有跟图书馆借了30几本的书 其实上面都会有图书馆的那个盖章嘛 那这些其实都放在帐篷里面 那一天也都被清掉了 那所以他的公务 就是你到处跟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也被清掉 那很多人觉得很夸张 就是很不理解 就是警方或是你在清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都没有看那是什么东西吗 那可能如果有经过的人呢 看到那个帐篷 你可能真的会觉得是一个大型的废弃的东西 可是其实呢 他是放在这个黄线以内 那就是其实在水沟盖上面 所以对警方来说 他还是道路的一部分 那虽然说是在黄线里面 而且他帐篷在那边已经有三年多了 那他在那边持续的抗争以来 警方或是当地的警局 不会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所以其实三年来 他就是安分收集的那边 就是处理他自己的事务 其实都没有发生什么事 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春假期间 就是这些他抗争收集来的证据 图书馆的书籍 通通都被清理掉 那其实在3月29号的时候呢 三重无分局其实有先在他的帐篷上面 有夹一张公告 所以他是有公告的是吗 对他有先公告 但是他公告的内容呢 是有一点不太清楚的 那上面写的是说 大同南路172项的43号前面的 移动式道路障碍物 那什么叫做移动式道路障碍物 像是花盆啦 或是请勿停车的一个告示牌 或是桌子椅子等等 这些是移动式的道路障碍物 就是请行为人赶快自行清除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警方这边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取缔告发 但是其实当时警方是没有对许素华做到一个取缔跟告发的行为 所以公告了他要经过一个取缔告发的程序 但是并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就直接拆掉的意思 就是依法上警方是可以先取缔跟告发 如果行为人在场 就是如果说许素华在场的话 可以说这个许小姐你可能东西必须要清理 不然我就要对你开单 那其实是可以除几千元的罚款 可是法条里面也有说到 如果说行为人不在场的话 那这些东西又没有清除的话 警方是可以会同当地的清洁队 来依照废物清理法进行清除 这样子就把它当作垃圾就对了 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前面我们提到一些笔电 我们就是有价值的东西或轮椅或拐杖 为什么警方会就是连看都没有看就清掉 是因为他就是当作废弃物来清理这样子 那这个里面的内容的问题呢 当天其实许素华就是有提出来 就是说公告内容很不明确啊 我刚刚提到的说 这个他指出的地址 就是大同南路172项的43号 但是许素华家是18号啊 所以其实许素华当时看到那个公告 虽然是夹在他的帐篷上面 但是他认为说 这个可能就是43号的事情 所以他就把这个公告移到就是43号前面 因为他里面并没有直接点名是指谁这样 所以他认为是非常不明确 那他当时就疏忽 就直接把这个公告呢移到旁边 他认为就说 不是针对我 那再来就是警方其实在这个 贴公告的时候 或是后续清理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像这个他要清理的东西 帐篷的所有人有亲自确认 完全没有 所以说许素华是 他平常在那个地方 如果他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办法确认不是吗 对他就是 因为许素华都比较早出晚归 因为他就是图书馆员 就是他就住在帐篷里面 对他晚上睡觉之后会回去睡在帐篷里面 这样子那白天可能大部分时间是会不在的 因为他可能就是到处去收集资料或整理资料 那所以警方在这次的清除是完全没有遇到他本人 那怎么样确认他不在场 他就是跟邻居询问说 这个帐篷的所有人在不在 那邻居可能就说 他不在 就这样 所以是完全没有 其实因为如果这些是有价的东西 你如果看到的话 其实你应该是不会随便清理的 所以你可能会先以告发或是开单为主嘛 可是我们可以想见说有一些废弃的机车 我们也不会在行政程序上也不会直接把他销毁 应该是会先贴一个通知单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期限 那请这个机车的所有人赶快来处理 那期限过后才有可能 其实也不是马上清楚哦 他会先收到一个地方 然后再请这个机车的所有人来领取或怎么样 怎么样都不会是销毁 但是其实就是 这个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今天我们录音的4月13号 这个素华姐 我们都叫她素华姐 素华姐其实又有回报说 他有再去警局询问说 他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存下来 但是大同派出所这边的园警就跟他说 清洁队已经委外厂商通通销毁了 对 对没错 其实所以从4月4号清除 但是他其实不是几天前就去开一个抗议的记者会 然后又销毁 所以是后来才销毁的吗 还是如果有个抗议记者表示有争议 他应该先去处理这个争议才对吧 对就是警方在3月29时候贴公告 那4月4号的时候就清除了许素华的帐篷 那其实许素华跟其他的一些民间团体或支持者 在4月6号也就是隔两天的时候 就有去三重分局前面召开记者会去抗议这件事情 然后陈警这件事情 那警局警方的三重分局的交通组 其实当下是说就是完全没有去承诺说 会还这个东西 那警方是直接就是推给这个清洁队说 这个清洁或是处理的业务呢 不是警局的业务 所以要去问清洁队这样 所以当下是完全不敢去说明说 这些东西在不在 那其实到一直到现在 那许素华其实一直有去询问 那警局就是直接给他一个这样的答案 就是说这个就是清洁队去销毁了这样子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刚刚也提到说 这些民间的团体也到现场去开了这个记者会 那开记者会讲些什么呢 那这个三重的警局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好 刚刚说到的那个 这个公告内容非常的不明确嘛 那警方也从来没有像帐篷的所有人亲自确认 那许素华自己在记者会上面也有提到说 那他上面提到的这个道路障碍物要怎么认定 然后其实在公告上面呢 也没有说适用的法条是什么这样子 那最重要的是就没有先找到当事人 然后去请他就是即时处理 那其实如果开个罚单 因为其实像许素华之前的车屋 他其实是原本停一辆车在原本的地方的时候 是有先开单的 那虽然车子有进入掉 但你也是可以把它领回来 但是这次的帐篷就是完全不是这样 就是把它当垃圾清除 那警方虽然当时是有录影 可是完全就是没有将物品记录或是有一个清单列表 完全没有 所以他警方三重分局的交通组当下是说 我们没有看到笔电 因为他完全没有记录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说 我没有看到笔电 那其实事后呢 就是这个记者会事后 就是警方他先给媒体看了当天 就是他们清除的那个录影画面 那我们几个记者在现场看那个画面 我们是看到说 因为那个帐篷呢 外面就是搭了一些防水布跟雨衣 那其实是层层叠叠的叠上去 那比如说清洁队啊 警方到场的时候就说 啊这个真的很像垃圾 其实那为什么他叠那些防水布 是因为一个帐篷 他在那边睡觉 遇到下雨的时候就一定会漏水 所以他其实就是会一直靠防水布 或是雨衣来加强那个抗争的帐篷 要不然不能睡嘛 那可是这个在清洁队 或是在警方的眼里 就是一个大型的垃圾 所以他就是一层一层的 把那些加强的布给掀开之后呢 就把里面帐篷一包一包的物品 他其实都完全没有看 所以清洁队等于是 一包一包物品丢上了回收车上面 那现场还有椅子也有轮椅这样子 其实轮椅其实蛮明显的 但是他还是把当场垃圾 一个一个的往上丢 这样子的清理再走了 对那其实影片看起来就是很明显 警方是没有将这些物品 做一个记录清单的列表 所以当然不会知道说里面会有笔电 甚至是三四几本的图书馆借来的书 那其实当天那些民间团体呢 就提出了这些质疑 那另外呢 比如说我自己去查了一些 其他警局是怎么处理 他们会称这个叫做路霸 他们就说这个路霸的处罚依据是什么 那在台中市政府的警察局的网站上面 他们自己就会说道路障碍物 这个就像刚刚提到的是一些占用的花盆 就是我要占位置 那还有一些桌椅或巨码等等的 这个叫做道路障碍物 所以我们看到帐篷很明显就是 可能是有放东西的 好像不这么单纯叫做道路障碍物 不是认定是很奇怪的 那怎么处理呢 就是行为在场 当然还是就是先给他发单 这个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自己写的 那不听劝导的人再来开单 或是怎么样去处理 这是很明显的 可是不在场的呢 就是这个警察局这边写说 如果是有价的物品 应该要先张贴公告 而且协调这个环保机关代管 这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这边是有这样子去处理的 可是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这边好像就 比较便宜行事 没有这些的规定是吗 对就是其实在这个法上 他们这样做 有可能也是不违法 但其实我们觉得是 是具有瑕疵的 所以民间团体当天会觉得说 三重分局这样的处理 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这个是 如果去提告的话 应该是有很大的空间 就是警方是会有问题的 但目前呢 就是他们因为徐苏华自己 还在就是收集各方证据 为他自己的杜根案 就是在抗争 所以再多一个诉讼案 其实应该是蛮疲于奔明的 又加上他的帐篷被清了 他其实真的完全没有在外面租房 他就是回去那个地方睡觉 所以他赶快要再去买新的帐篷 就是他当天其实被清掉 就赶快买了一个新的帐篷 然后就是在这个园子前面 18号前面就继续在 就是就很简易的打开 然后就又睡在里面 那其余的东西 他真的就是不敢放在里面了 因为可能这个帐篷随时被清理嘛 所以他就把谨慎的一些 简单的衣物 或是一些他要使用的东西 放在他的脚踏车上面 那我刚刚有说到 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 那他其实行动非常不方便 可是他出路都是骑脚踏车 但他现在脚踏车上面 还要带着他所有的家当这样子 那晚上还还是照样的回去 就是这个他的家前面睡觉这样 那另外民间团体呢 当天去的有像 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 或是社子岛自救会 以及卢迪社大的成员 因为那个卢州三重那边 就是卢迪社大 就经常有在关注许出华这个案子 那卢迪社大有个 他们做一个社区报 那他们也经常有报道这个 许素华的故事这样子 他们都有到场去声援许素华 那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的 荣誉理事长徐世荣老师 那他经常就是为这些土地破签的案子 就是声援嘛 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 其实许素华他已经是被都根这个案子 就被建商已经迫害到在自家的门口搭帐篷抗议 可是帐篷设置是在黄线以内 他认为是没有影响交通的 那而且许素华其实从2017年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抗议 所以当地的警方不会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所以他认为帐篷根本不是移动式的障碍物 这样子 那许素华也提到说 其实许素华每天早上都会收拾好帐篷的东西 就是很完整的收拾好之后 他自己在骑脚车去上班 那这些东西很明显看起来就是人民的财产 可是警方就是连他仅有的财产呢 就当成垃圾清除 那其实让很多人是感到非常的气愤的 那最后呢 其实他们在记者会最后也有在这个 台湾土地争议行动联盟 以及其他声援者的陪同之下呢 做出的行动是跟三重分局报案失窃 因为他的东西不见了 那台湾土盟的理事长李卫慈 他是说他们另外有在请 比如说像立委或立委助理这边 去跟警方来了解说 他的物品到底在不在 然后可不可以归还这样子 可是三重分局跟清洁队这边 都还是互相推来推去 就说这个就是清洁队的业务 或是你们去找分局这样子 所以林卫慈是非常的批评新北市政府的相关工部门 是非常的无视人民的财产 其实徐素华常年在那边 一直就是带着和平抗争的决心待在那里而已 其实他也没有做多余的事情 可是他这样的最后他的财产还是被当成垃圾 所以当天的这些民间团体的声援者 他们认为说新北市长侯友宜不是有一个口号 叫什么好好做待机 没错 但是看起来三重分局的一些处理的程序 行政程序上是很有瑕疵的 并没有好好做待机 所以他们不排除会再去提升抗争的强度 或是向新北市长去抗议这样子 那个案子看起来是徐素华 然后他可能在那边长期抗争 然后他的这个家当 他的帐篷在被一个 被你们认为或者是这些一般的民众 这些抗争人认为说 不符合程序的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把它清除掉 但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单纯 因为刚刚有提到 这个徐素华已经抗争了15年 然后当他的房子被拆了 他还是住在他的车子里面 当他的车子后来就住在帐篷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抑制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因素 让一个图书馆的管员 让一个公务员 他要来做这种抗争 他跟整个的制度 或者是跟台湾的土地的政策 有什么样的观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 再请娟如来跟我们做 进一步的分析跟讨论 请 Fauciad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reply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进度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民众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多的报道 做更深入的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公库的资深记者杨娟娟娟你好 各位好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report story 就是由公库的记者来跟大家分析 分享讨论 他们所报道的一些 这些争议性的这些议题事件 刚刚娟娟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许素华家在4月4号 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 他的帐篷 也是他的家被拆掉 整个过程 以及这个过程里头充满各式各样 瑕疵的这一种争议 但是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拆帐篷的问题 他事实上背后 做一个公务员 为什么他要在那边住在那个路边 然后要住在车子里面 然后为什么要长期的抗争 事实上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 土地的过程 土地的问题 以及置办都更的一些问题 请Juno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案子到底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好 许素华在自己家前面抗议已经有15年了 那是起初就是从2008年 他们家那块区域被建商 就是买下了地 然后准备进行都坑 然后分成家一丙区 那许素华家在更新单元的丙区这样子 那这块土地前身是非常的复杂 那刚提到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大同南路172项上面 那其实那边还有一个青年社会住宅 它旁边大约有3000坪的土地 以前是登记在神明会的土地下 那边的神明会叫社人宫 那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复杂的土地 因为其实你们可能在去搜寻可能会发现有些土地登记在神明会下 所以这个登记在神明底下都有很多的这种原因 没错就是很多信徒就是集资 然后去买这个地 然后可能盖庙 那在那个环境底下就是很多就会救了那个神明的土地 或是庙的周围 就是逐渐形成一个生活圈 那大家开始可能也有人会跟神明会买地来盖房子 那可是地的产权就不会是属于这个盖房子的地主 不会是属于房主所有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个大同南路的172项上面呢 就是有社人宫的神明会的土地这样子 那这个土地呢 因为就登记在神明之下 所以是不得任意转卖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祭祀工业的土地 主要是以祭拜祖先为主 那祭拜祖先就是你的祖先嘛 那祖先就有子孙之子孙孙 那所以这个土地的产权就会是由子孙来继承 那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呢 原本神明会的一个管理员 有一位呢叫做林东青 那他就是利用了 卫葬文书等等的方式去假申请说 这里不是神明会的土地 这里是把它登记成祭祀工业 也就是他的祖先这样子 那既然登记成他祖先的土地 他可能就有权利可以去转卖这个土地 等于土地所有权是变成在个人身上 那也就是说 徐苏华家呢 在其实民国大概五十几年的时候 就是在徐苏华的阿嬷 在这里买下了 跟神明会买了这个土地 一部分的土地 然后来这边新建 其实只有新建十二坪的三层楼房 所以是很小的 那徐苏华的爸爸呢 在门口就有供奉这个王爷戴天府 所以也是一个小型的信仰中心 所以那边就是 大家邻居就来来往往 都会来这边就是交流 那是一个就是 当时是大家会互相交流的地方这样 那所以 许家其实就是跟神明借地而住 所以没有实际的产权 但是这种 早年约定俗成的一种方式 其实非常常见 不只在三重这地方 就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可是这样的土地呢 其实到现在的一个 开发主义至上的一个社会上来看 是很容易就传出纠纷的 像我刚刚说的就是 这边的土地就是被一位 管理员林东七给登记为祭祀工业 那所以登记了之后 这边土地上的居住的人 常常就会被判为是违贱这样子 那其实呢 许素华就是一直在追查这些事情 那另外他就是查到说 既然林东七要去登记这个祭祀工业 其实是要向当地的市工所 现在是区工所嘛 以前是三重市工所 去登记这个祭祀工业 那为什么工部门可以容许 让他登记成祭祀工业呢 因为其实这个林东七 因为后来也被发现 这个是被违法登记之后 其实有人去提告 他其实是确定是 未造文书没有错 但是可是那时候 他已经登记为祭祀工业了 那他就变成说 他可以自由买卖 这片土地的产权 所以他当时呢 林东七不只就是 就拥有这块土地 他当时呢 跟另外一位前客 姓洪的前客呢 就是他等于是欠了 那个姓洪的前客 他欠了他2500万 那这是一个很大笔的金额 那可是因为 林东七就是没有还这一笔钱 让这个洪姓的前客说 那但是你名下有这个土地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 他们就是有这个2500万的借据 来让这个洪姓前客呢 去向法院申请说 他欠我钱没有还 所以我要让他的土地 就是申请法牌 所以在这个前面呢 祭司工业的这个三重工部门的 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 那他其实也被判决 卫照文书确定 没想到后续 他马上紧接的 就是有一个土地法牌的问题出现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一见又一见而来 其实就是对许舒淮来说 形同是倒卖成功这样子 那结果 没想到这个 其实 借据2500万这个借据 也被判决是卫照文书 可是在法院这边 很奇怪的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借据是卫照的 但是你们两兆的这个债权还是成立 所以你还是欠他钱 所以这个土地还是有可以法牌的依据 所以呢 这个土地居然就成功的去法牌了 那其实辗转有被两个建商给拍到了 所以先从第一个建商拍到的时候 这个建商马上又转手给现在的建商 叫做原副建设 那他们就成功的获得了这边的土地 那前面的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后面土地又被建商给拍到了 许舒华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啊 可是公部门却没有去处理哦 所以他一再的去呃 澄清这件事情 那可是没有获得公部门的解决 好 三重区公所呢 有针对这件事情来回应说 虽然根据法律判决 没错林东卿的确有位照文书 但是呢 呃 三重区公所说 我那时候有去问这个新北台北县府 那时候是 现在是新北市政府嘛 以前是台北县 那有去问这个地方政府啊 但是地方政府说 诶要请 呃请申请人 也就是林东卿这边哦 来向法院申请判决确定证明书 就是很奇怪 你要一个已经被判决确定的人 再去来 再去来申请这个祭司工业的撤销 很奇怪哦 因为那以前的一个祭司工业的土地的一些 相关的法令是很不完善的 所以当时其实就是 呃 就这样子放过了林东卿 那另外呢 在这个是民国当 呃 早年民国82年 很很早之前 但是经过了10年 民国92年 其实有其他人在陆续想要去取消 林东卿的一个祭司工业的一个资格 但是呢 呃 内政部这边却含复说 刑事判决 没有确定私权的效力 就刑事 它虽然是未到文书确定 但是跟你这个私人产权 是没有 没有不相干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登记机关 不得依刑事判决书来办理 哦 这个让 呃 人民是很难理解的 其实许素还是非常不能理解哦 再来呢 呃 祭司工业条例其实一直直到民国97年 才有就是发布成立这个祭司工业条例 最后呢 三同区公所才得以有 因为这个条例的其中第20条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说 如果说这个呃 登记为祭司工业的管理员啊 或是一个叫派下员 就是他的底下的子孙呢 呃 有判决确定违法的事项的话 可以来撤销 他的祭司工业的登记 所以终于在民国97年 呃 就是 公所才具这个法条来撤销了这个 林东青的一个 呃 管理员的资格 那 可是那时候其实土地早就已经被原副建设 给取得了 所以等于原副建设取得这个土地 也不用去呃管说这个土地是属于神明会啊 不用去管说这个土地是属于祭司工业啊 等等的 那等于是原副建设完全的取得了 这边的土地 这是许素华呃 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嗯 不过这看起来是 这些神明会跟许素华之间的争议 那跟这个置办都跟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个呃 这个许素华会觉得是一种公司合力 来去让他的房子被拆 让他土地被卖掉了 嗯 其实呃 现在我们公固有记录很多都跟相关的争议嘛 比如说自从2012年的文林院的 是呃 士林的那个都跟案哦 那其实在这个都跟案之后呢 呃 因为那时候最大的争议就是说政府可以去代委 拆除民房 是相当的不合理 就是说建商来这边都跟 但是你政府居然可以介入去帮忙拆除不同异户哦 那那时候有呃修这个都跟条例说呃 呃如果不同异户就是所谓的大家污名化的钉子户哦 有钉子户存在的话该怎么办 那当时的条例修法是说我们要再加强听证的 听听证的程序 对让不同异户再多一道程序 但其实还是没有去解决到真正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跟条例呃其实很多都跟的受害者会认为说 这个条例最大就是就是本身就是个恶法 因为他的角度完全就是倾向说呃呃呃 建商啦或财团啊 其实对于一般的市井小民 他只要掌握到一定的这个人数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掌握到一定的比例一定的持份 他就可以去都跟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嘛 对对对对 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是充满了一些瑕疵 包括这个许素华或是其他的案子 都可能反映出那个过程的问题吗 对对对对 尤其是呃 如果你这边被化为都市更新单元 你可能就是不同意的人 你是没有这个退场机制的 你可能只能尽力的去跟建商去协商说 可不可以把我化出去了啊 或是说把我作为呃 保留在原地 然后作为整建维护的一部分啊等等的 但是你没有说不的权利 就是如果说你通过那个同意的比例 这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一个地方 那可是因为呃现在呃 呃都市地区有很多围绕建筑 那这个是呃目前我们呃 政府的政策之一就是要尽力的去加速都更嘛 那可是都更其实本身还是有很多好的地方 那我先跟大家讲 讲讲几个都更的方式 其实就是民办都更或是自办都更或是公办都更这样子 那不管这个都更的方式是怎么样 其实差别就在于说实施者跟那个呃 实施者是谁跟资金来源是什么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许舒华这一区是自办都更 那呃先讲民办都更就是说呃 这块的地主就是大家拥有的 但是这些呃 主要实施者是建商进入的 那自办都更其实就是说地主自己 比如说我这是这边的地主 那我自己想要办都更 这叫自办都更 那另外公办都更当然就是公部门来介入说 来协助说这边的都更的处理这样 那刚刚提到许舒华 许舒华这边的土地就是原富建设呢 虽然他是建商 但是他已经取得这边大部分的土地 所以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地主 那地主自己想要自己又是建商 自己要来办这个都更 所以这边就是自办都更 这是程序上是呃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前面 一个复杂的一个 所谓的私权争用 因为原富建设会去推托说 哎 前面那个神明会啊 还是什么祭祀工业啊 还有那个卫造文书啊 还有那个什么登记的 那个那些事项呢 都跟他没有关系 他就是纯粹一个拍到土地的地主 所以他在这边自办都更 可是呢 问题是呃 呃 这边早年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土地是神明会所有的时候 没有让这些个人 没有完成土地移转的手续 或是没有让这边的居民 其实比起原富建设 他们住在这边 从民国五十几年住到现在 已经住了四五十年以上 这个居住事实是非常明确的 那可是他们却没有产权 让后来来这边直接买地 完全没有居住事实的建商跟地主 他们是可以有权利去处置这边的土地 是相当的荒谬的 那这也是大部分都跟受害者说 不能接受的 那呃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土地跟那个房子都是我们盖的 那其实他们虽然说 神明会不是他们土地 可是他们有土地使用的管理证明书等等的 可是这边在法律上 现在的法律上都是不算是 他们有权 就是有有地权这样子 那这边土地本来就很难以整合 可是因为被违法登记 然后被呃 法拍之后 却早年很难以整合的土地 却因为这样的程序变成一个直接 呃 由一个建商给给拥有了 这种用诉讼诈欺的方式 不止在山崇 在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哦 那呃 其实呃 回到说神明会的土地 现在还是有很多土地 不知道怎么处理嘛 所以现在政府的方向呢 就改说在以用地级清理条例 进来来去放宽 神明会或寺庙土地的一个申报清理 来加速土地的清理哦 其实都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是以开发 或是以呃 土地赶快加速利用为主 可是却没有去想到说 都市更新其实最需要的人 就是比如说像许舒华家十二平 然后住了四五十年 需要整建维修的这样的住户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再维持 他们原本的生活 他们可能就是被迫去参与说 呃 之后要盖的都是十五层楼 或是十二层楼 或地下三层这种地下停车场 这种高楼建筑 其实都更之后都会变成这样的形式 那地价上涨了 那这些呃 原本住在挨小楼房的居民 他们其实原本就已经没办法 就是因为没有钱了 所以没有办法去整建嘛 才希望有一个呃 公办都根等等的介入 来去帮忙处理 可是因为土地呃 呃 给 呃 沦落到这个建昌的手上 然后让他们去有权去处理之后呢 反而他要赶走这些 有居住四十四五十年的居民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去呃 呃 很多人去批评说 原付建设其实有利用这个呃 补偿违战户 就是让他们安置违战户的这个名义 去申请容积奖励 就是说我我如果有好好安置这些住户的话 我自己呃 建商这边 我还可以再多盖两层楼或三层楼 有这样的容积奖励 可是其实当年它是呃 我刚刚提到2018年 他其实是对这些住户去提告 提他们拆屋还地 那虽然许素华呃的诉讼是败诉的 也就是说当年为什么会被强拆 就是因为建商就说 欸 你败诉了 那我请法院来这边执行 这边把地还给我 他一手呢去申请容积奖励 可是一手呢又向这些住户提告 其实是完全不符合都市更新的精神 那这个在呃 新北市政府或是内政部 这边的都市更新的省议会 是有发现到说 原付建策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那在经过审议之后呢 呃 有请他们去做处理跟检讨 但呃 原本他们要盖15层楼 后来就是大概就是盖12层楼这样子 但那个检讨是少盖了三层的意思 有可能 但是总之呢 呃在2021年的时候 原付建策其实已经通过了 这个新北市政府的什么 都跟审议小组的审议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动工了 那不清楚是因为疫情 还是什么样的关系 总之一直到现在 他们其实应该就是随时可以动工 所以呃 许舒华之前车屋可能被检举被拖掉 那现在帐篷被清除 有可能是他们要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或是准备要开始建设了 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从刚刚的这个讨论当中 如果从现有的法规或是现有的制度 或是现有的现实 这个抗争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这个当然它背后有很多这个呃 虽然这个精神很好 可是很多的程序 或者是有很多的争议 特别是这个土地的取得的过程 或是土地的转卖的过程 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复杂 还会涉及到所谓的居住的事实 等等的问题 那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 我们政府大概就是依法行政 反正那个是你们私人之间的事情 那我管你那么多 我只要把我的这个 按照我的法律怎么做 就去做就好 这当然就会引起了一些争议跟一些不满 可是回到我刚刚讲到 从一个现实来看 好像法规就是这样子定 然后好像被认为是你们私人之间的争议 然后你的这个房子也被拆了 然后你的这个帐篷也被清掉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抗争 这抗争有什么进展 对他有什么样的帮助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其实这也是我们公库 因为从2017年开始去记录 许素华家被抢拆 那一直到后来他抗争这些年 那我们都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很多声援他的人也会觉得 许素华是一个真的非常有坚强意志的人 那他为什么会说 就是一定要睡在家屋门口 就是因为他要砥砺自己的心智 他不能忘记他抗争的初衷 没错 他真的就是觉得说 就像什么勾建复国这样的一个 的心情 是住在马路上 住在 其实那个过程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其实像早年很多 因为他的诉讼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他家也被拆了 那目前原副建设的这个都更审议也已经通过了 所以其实在所有法律途径上或是行政程序上 他可能看起来是蛮 我们外人看起来应该是蛮绝望的 那已经到尽头了这样子 那感觉他做什么事情是比较是无力回天 那可是他现在还是在持续的收集证据 尤其是他最在意就是 一开始的工部门去处理这些土地盗卖的事情 是没有被处罚或是没有被揭发的 他认为这些事情还是要被记录下来 然后要让很多人知道说 过往工部门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才让这块土地闪转的到建商的手上 他一定要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觉得是 我自己也是觉得一个很绝望的过程 可是在他身上他好像觉得 还是有那么点希望或梦想 他要去向他收集证据 他要把这些东西集结起来 那继续向监察院或是向国家人权委员会去提报 去申请说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号称民主的台湾政府 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他现在就还在整理资料 他的抗争也是非常的艰困 我刚刚提到说 他就是一开始住车屋 那车屋其实有被一些人检拒 那所以他就是被脱掉 那原本在车屋里面是可以放比较多东西的 但是因为被脱掉之后 他可能每次都要付一两千块的一个脱掉费 或是罚款 他其实是无力负荷 因为他没有钱 那另外呢 他当天被2017年家里被强拆的时候 建商这边有向他去申请说 他要付这些执行费用 那建商这边呢 是把一些拉拉扎扎通通都加起来 另外还有像警察到场的一些为付的拆旅费 他甚至通通都算在里面 那其实才12平大小 但是建商在算的一些猜处费可能算了四五十万这样子 非常的高额这样 那总共加起来呢 大概有148万 就是算在许素华的身上 那许素华其实就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虽然他未婚他单身 但是他还有在就是协助弟弟留下来的小孩 爸爸妈妈过世了 那弟弟也过世了 但是有弟弟有留下来的小孩 那他可能还有资助他们 那他自己现在是没有在外租屋嘛 所以他就是一边还债 然后一边就是进行抗争 就是大部分人想起来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为了省钱 好车屋会被拖 所以他就是改用帐篷 那帐篷在那边三年多算是还好 但是结果没想到今年却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他还是没有放弃 他还是 我说当天他就买了一个检疫帐篷 再继续回去睡 很多人会劝他说 就是说建商其实说 有提供补偿金 跟他异地安置等等的一些补偿方案 那许说是坚决不接受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 前面的公司协力盗卖土地的真相 没有被处理 那如果我就接受了这个补偿 或是我接受了建商的安置 那这些算是这些违法事项的遮羞布吗 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那其实补偿金 不只是他在其他的一个破迁的受害者身上来说 补偿金其实大概就是一两百万 那其实你很难再用这一笔钱 去外面再买新的房子 然后就是居住 其实大部分还是要在外租屋 那你原本在自己的住家 算破烂归破烂 然后平数很小 但是你不用去负担租金 可是现在很多被破迁的人 他们都要在外租屋 然后额外去负担这笔费用 那他就认为说 他绝对是不会接受建商的任何的方式 那他会很感谢很多民间团体 或是杜根受害者一起帮助他 但是有人劝他就是要接受安置 或是劝他跟建商协商 但是他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还是坚持会在他的住家前面过夜 然后把很多东西都带在身上 他也会这样子继续走下去 那他现在呢 就是对于这个破迁案 就是算是很没有其他的一个方式了 但他还是撰写陈情书 另外呢 对于这个他的帐篷那天被清除的事情 东西呢 在警方的回应下说是被销毁了 那他除了报案失窃之外 他可能还会在跟律师讨论说 会不会对三重分局或是大同派出所的所长 去提告独职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这个处理的程序率还是相当有瑕疵 那我们看起来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生活过程了 但是他认为他越来越习惯了 他即便在遇到了再不好的状况 他也可以去转化成不同的能量 然后继续让他坚持这个抗争 一直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就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 从一个大的制度 或是大的一个法律的框架底下 好像政府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反正法规就这样定 政策上定那这些公务员 他也是依法行政 好像看起来都很理所当然 可是在刚刚的这个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清除那个现场的帐篷 或者是这个置办都更的这个政策 背后有很多还要带离亲的这个事项 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跟人民的生命财产 都有很密切关系的一些做法 那我想公务持续的报道 这样的一个新闻 看起来是一个很小 看起来也没什么太多人观众的新闻 可是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 从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过程当中 或是我们报道当中去了解 这个在这个大的政策底下 很多期待解决的问题 必须细致去面对的问题 恐怕不是政府一个依法行政 或者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可能都会变成原地的踏步 那不管你是支持 或是反对这个许素华那个细节 那个那个程序 我想是一个非常这样重要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今天非常谢谢娟儒来跟我们分享跟讨论 那我们之后也会有相关的 在report story的这个单元 请公务的记者来跟大家来分享 他们自己在现场的观察 所见所闻 当然我们会持续的来去追踪讨论 关注许素华这个案子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